胡氏第一个他准备了给今天大会的他有几点建议 建议是啥呀 建议不要打台湾 对台湾政策要明确 任何政策都不打台湾 反对隔离政策 要继续经济改革开放 发展党内民主 然后说当年我下来的时候 就是遵循了党内的民主制度 不要超过两届 近平同志这回干三届 是特殊时期 我是支持 但是下不为例 下一届不能再干 他是这回事 是反对你到第四届 是吧 然后他们到这下场更狠的来了 今天表决的名单都没了 我都胡说不了了 哎呀 胡你敢 哎呀 习你敢什么干 哇塞 这个时候 你都没想到 胡锦涛是为谁 包括王岐山 他说岐山是许诺好的 这个副主席 你连任 岐山也应该连任 这世界有多疯狂 全人类 75亿人类 这么多政府 竟然没有一家媒体 敢说出实话 实际上都知道 这些国家政府 竟然十字与中国人 没有一句真话出来 竟然共产党敢新华社发文说 现在状态很好 这叫病了吗 这叫病了吗 你把中国人 把全世界人们都当猪啊 咱们今天的直播 告诉咱战友们 你看共产党 是怎么玩弄全世界的 是如此之嚣张